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前中严院长翁启会,号顶董事长张念慈因号顶案,遭市林地检署一贪污罪起诉,市林地院金开庭,张念慈接受结问时表示,检方指控他以3000张号顶股票贿赂翁,但他当时手中只有2%号顶股份,哪来那么多张可送? 况且要是真的送了这么多股票,我太太会把我杀了,检方起诉指控张仪3000张号顶股票贿赂翁,但两人坚称股款是翁的资金支付,除了记载Alfer公司名下的660张,另还有借证就真名下持有的271张,总共卖出931张号顶股票凑足1亿余元现金, 拿来认购这3000张号顶股票,由于郑秀珍的账户实际由丈夫周浪秋操作,市林地院金传周出庭作证 周正称,他因为张念慈认识20多年,才会把妻子账户借张,双方相互信任,张通常会先卖股,事后再告知他们夫妻,但案发那一段时间陆续卖了很多股票,详情已经记不清了, 张念慈今夜作为证人接受接问,他说,他曾在国外两大药厂工作16年,进行新药研发,共有40几件专利,后来替Optomer公司改良翁企会的一锅法教肃合成,新市城理论上也可申请专利,但因报秘考量并未申请,因此他也是有技术在身。 张说,Optomer决定专注在抗生素研发,暂停一锅法教肃合成,他与翁讨论后,才会决定代致浩鼎,帮助台湾生技产业发展,浩鼎因此拥有生产糖分子能力,董事会决议发行技术股筹谢他,也是有所依据。 张成青,浩鼎成立之初,他与翁,周籍一名生技友人采创投方式,以郑朽真名利持股,后来打算分配至各自名下时,才发现卡在他使浩鼎执行长不能分,才会一路见名到现在,他们都不是要刻意隐瞒持股。 张并解释,他当初会被美国司法调查,是英浩鼎董事会通过150万技术股提案后,他立刻向美方报备,为了后来浩鼎放弃发行,美方却仍认为他持有但查不到,误会他把股票藏起来或贿赂给翁,一切只是乌龙。 美方最后也还猜清白,和一听金玉知证人结问完毕,下次停期暂定8月28日整天,将进行证据提示及言辞辩论。